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几个往前球会这样被动 李宗盛还是对自己的能力不是特别自信 所以刚才一个底线一个这个球 魔灵两可的时候他就想放 如果你出击也当然好了 哎哟又一个魂网又一个擦网 老板掉直线 李宗盛再次反超 25比24 相当紧张 那个我和沈业 沈业是这次男双的队员 给豹春来加油 领住 放王 抽一拍 好球漂亮 打东路 又是一个 还是放完往之后放上他反手 他挑 豹春来对这种球准备很充分 对 还是比较清楚 这样两个人又打到了25平 在汤姆斯贝过去24届历史上 有很多经典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要成为一场经典比赛 看过度的质量 好球 包春来 提跳 再来下压 哎呀 这球出底线 非常可惜 一个变相的推球 这球再短一点 就短两寸 李选一真是没招了 这个球已经 有一点 包春来有点想扑球 所以这球质量又非常好 他扑不了 只能改成推球 不过场上两个人也真是都拼了 就是 李选一再次拿到局点 半场球 好球 包春来 入一次的追凭 每次李选一拿到局点之后 他就有些小心 对 这球挑的高高的 自不自给安全 但是没想到挑了一个半场 包春来往前抢得快 抽得比较好 包春来不要太着急 抓好球 推扑中路 推压中路再来 哇 李选一顶得不错 李选一反击机会出现的时候 自己太急了 对 杀球下网 两个人是轮流获得局点机会 这一回又轮到了包春来 这一回他接发球应该不会再有滚网了 不会再有擦网了 不可能的 接发球擦三个网了 在局点的时候 包春来要冷静 注意发球 接发球的这个战术 观众朋友 现在汤杯的冠军争夺战 在前两场打成一比一的情况下 包春来和李选一第一局 打到了27比16 27比26 对着 有点上不去了 球出底线 好球 28比26 包春来坚持到最后 拿下了第一局 包春来就是不能太着急 要感应稳住 这一局两个人打了突破灰输 非常好的水平 我觉得李选一可能危险后面 因为他在最后这几分球 其实在20分的时候 我觉得他已经把体能上去 就是老本已经拿上去了 对 结果最后没拿下来 后面体力上有一点消耗比较大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 希望是这样 包春来后面主要还是战术上说有所变化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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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如说 对方 对方 好